來玩這款遊戲 哗啦哗啦 探險隊 選擇應該不會太差吧 因為我看他之前發布的遊戲裡面有一款是弱翼的移動要塞 這是一個不同的世界咩 人物好小一隻喔 重點了醬 好可愛的豬豬 那個豬啊 被打掉還會哭耶 擊敗五個怪物 唉呦 其實做得好像還不錯啦 算是像素表現的喔 有一些玩家是比較喜歡玩像素遊戲的 這個如果出在去年應該會很受歡迎的 很可惜 你晚了一部 今年的夏天 都是放置養成天下 兩個月我應該玩了三四十款有了喔 再把我副頻道都算進去的話 三四十款是有的喔 你就知道那個量有多可怕了 嗚嗚嗚嗚嗚 中告 幽一城巾 噸噸噸噸噸噸 哎 他的公告有沒有 뭐 兌換券啊 好像沒有 7月12號更新訊息 雖然海外7月12號就出了 還是同時推出 好像也不是喔 我們賣了一部 算了 這種類型呢 現在會雜大錢課金的玩家影片很多了吧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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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講了 我們開始做任務吧 召喚boss 清除boss 在清除的時候 我看一下還有什麼可以提升 好像也沒有欸 我發現他節奏有稍微比較慢 還是我先玩一下好了 欸等一下 這個怎麼跟放置器是有點像 你看中間下方那些卡牌 該不會一個格子代表 一位人物吧 主持 傑森 他這名稱取得也 奇奇怪怪的 你看喔他這三個應該 就是你提升到 滿了以後 就換到下一階段了這邊有出現第一階段嗎 嗯感覺跟 他近期推出的那個七大罪啊 小小邊連死 也是一樣的來玩法啊 這樣子他這款會有人氣嗎 他等於是跟七大罪 強碰欸 玩法都差不多了 不過七大罪要多了一個比較特別 就是他有 拉霸那個系統 那個拉霸系統 放置器具是就沒有了 所以我一直覺得七大罪他好玩 因為就在這裡了 這下我要幹嘛 清除舞台 擊敗三個怪物 這邊 基本上我都沒什麼事情可以做的 來 加發攻擊力 再來 訓練 然後呢 體能 原來你提升都是降平均上去的對不對 那我待會大概知道怎麼提了 這邊可以升級了 啊清除舞台舞 這個時候要等待了 預登記獎勵清除舞台20 他打在20關才有 我這樣子這個節奏真的有點慢欸 欸那隻豬掛掉以後 為什麼會喊一個嘉莉這個名字出現呢 嘉莉是誰啊 他女朋友還是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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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什麼呢 出軌這一箱之類的 主之英雄第三位有人啊 啊 第三位上 三位角色都上了啊 是 所以不會喊好 Serum 後邊會ping 讓我 下一關 着 下一關 聖精英雄 她是 鞋燈提升 清除5台7 是這隻boss啊 可以拉近嗎不行 是什麼 編隊的 這是寶箱啊 好多都沒開喔清除任務 一些自然任務你達到7147 陸續解鎖了 我現在到35了 你就這樣平均提升了 他待會叫你做任務 提升 再來 清除5台8 我這樣一直重複 接下來我先自己玩一下吧 換英雄有了喔 抽到藍卡 再抽一個 沒什麼變 英雄部分 組織一下 這個組織 請先解鎖其他英雄 下陣 都關了都關了 這些英雄都不需要 坦克要了 然後 剩下就擺一些藍卡吧 可以放幾位 只能放3位 保存了 獲得獎勵50抽有了喔 開抽 能不能抽到紫色的啊 這應該看召喚等級了吧 可能有限定池之類的 然後 召喚等級要到才行 組織 組織 下一位是不是 哪一個 不是喔 设计帮助 在哪里啊 金套号点这个你也算任务 这边有组队的帮助 优先顺序 第一个坦克 再来就是前排战士 后面就是弓箭手 最后才是法师 这边大家看一下 这个金套号还算是重点 打Boss会用到的 召唤 然后店铺开了 里面是什么 这一个有计票700 通行证 然后呢 小礼包 每周每日 所以他没有没有什么去广告什么的吧 还是还没出来 啊 正义效果还没出来 还有一些小包 事件 是每一天送你的 2024抽 一切 我这边 看广告的 好多 珠宝店 皮肤店啊 里程啊 召唤店啊 整体来讲就是这个样子的 喜欢的话就点玩看看吧 大家拜拜